很多人花手非常喜欢养育月季 但是 配撒肥料的时候 哎 看到这么一个视频然后非常的不理解 那么页面是不是可以替代灌根是非吗 不可以 作为真正我们养花的当中 比如需要这一颗 同时还有很多花 光根根湿 它硬要达不到 所以要进行页面还要进行配合 辅助是非 主要是配出 配出液体来 把这叶面喷洒 让它通过叶面进行吸收 一般的情况咱用 补充磷肥比较多 磷肥的 对 补充磷肥比如磷酸二氢甲 补充磷甲肥比较多 但是喷叶面的时候很多企业 或者很多人 是一个误区 他老把这个 喷我喷到叶子表面 因为叶子表面它有一层 脚质层 脚质层 对 它有一层脚层 真正它的吸收 这个肥料 或是吸收药 不是在表面 而是在它背后 背后 背后它有叶毛 就是有含毛孔 按然说就是有含毛 含毛孔 它的叶子是正面光子 它吸收能力非常弱的 真正的毛孔都在后面 要去看它后面 有很多毛孔 它的呼吸 吸收什么 主要在叶子背面 主要在叶子背面 对 一般的药 叶子背面一定要打到 叶子背面打不到 那个这个打不到效果 然后有的话说老花姨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发现啊 人家 跟你讲了一遍你没听懂 还得让我这个课代表再来跟你说一下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你看打个比方说咱们 抹化妆品抹个副护品是吧 你得抹到脸上对不对 你不可能抹到牙上不可能抹到指甲盖上 它不吸收 为啥呢因为没有毛孔 所以说呢 植物的试肥也是一个道理 大家也都知道 光合作用 是吧 植物呢 它 好多的这种叶孔呢都是长到叶子的背面 叶孔呢 光合作用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氧气出来 会吸收一些二氧化碳进去 也就相当于什么呢 像手心一样 手心是朝内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植物 你比方说碎莲这些个 它是接触到水面的 它的叶孔呢就会在表面 所以说大部分的植物 叶孔是在背面吸收营养 好吧 喷肥料啊喷药的时候 你要叶子背面也得照顾到 而只有极少部分呢 是在叶子的表面 所以说呢大家试肥的时候也要盖它这个脸 好吧 你别 一味的去喷 沙沙水了 有点话说老花一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什么呢 叶子 这都 我一个男友说 就基本上常见的 基本上常见的 你除了什么芦苇啊 碎莲啊之类的 它的这种叶孔呢 大多都是在叶子的背面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大棚里面 用叶面肥吗 用它用的是比较少 只有说是什么的 在极端的条件下 你比方说开花量很大 而我们 光 只得根部吸收肥料 营养它供不上的时候呢 我们会进行叶面肥的一个喷湿 好吧 这是画门也要盖它这个点 哎呀 好专业啊 我发现我现在做视频 越来越浅显了 好多的话 追求越来越高 我发现我以后 我也得给你们 深入的去讲讲了 哎呦 对吧 好了应该多向老一辈的去学习 这种 比较专业化的 比较有深度的东西 能够讲解出来 不应该是仅仅就单纯为了搞笑 取悦于你们 对吧 不能说为了让你们点个赞 就喊你们一个臭宝 对吧臭宝 嘿嘿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爱你摸摸打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战一 白了 好多了 好多了